新竹縣公務處長江良渊搭上警備車 準備從新竹地檢前往地方法院 等待召開生涯庭 因為新竹縣竹北地區 今年4月在豐彩520件案旁 一連出現兩次天坑 檢方正在調查案情 沒想到先查到案外案 江信公務員等人 涉嫌貪污制裁條例最嚴重大 已於今日凌晨 向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申請羈押禁件 公務處長江良渊對於建築管理資歷豐富 2022年被縣長楊文科提拔為公務處處長 如今他卻卷入收賄遺云 7號檢調人員在住家水管內 搜出100多萬現金 疑似是跟豐彩建案有關 涉嫌收賄貪污 放眼全台灣 我們看不到同一個工地 可以這樣子五度五攤五坑獎的狀況 從過去2012年 政府無視於建造過期的狀況之下 就讓他來做變更 而2018年更是完全無視與環評的意見 直接來做放水 立委以及縣議員接連點出問題 直指新竹縣府縱容建商 對於天坑事件一再容忍 呼籲檢調單位要徹查 新竹縣府與封益建設之間 是否存在不法關係 我們會尊重司法單位的調查 希望能夠盡速的來澄清 誤望誤重公正的來審理 天坑案件演變成建商弊案 縣府到底有沒有涉及人謀不髒 或是其他相關人士涉案 檢調持續追查到底 今新聞張紀文 吳云謙採訪報導